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會 於8號9號兩天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行 因為川普上週宣布祭出鋼鋁關稅 加上退出伊朗核協議 以及巴黎氣候協定的決定 讓美國的盟友感到泄氣 而川普也預料將遭到成員國圍攻 8日美國總統川普與地主國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見面時 在媒體前面說笑打趣 但彼此對於嚴重的貿易爭端絲毫沒有讓步 根據路透社報導 G7峰會場邊美加領袖在會談前進行簡單合影 特魯多做完外交介紹後 川普接著開玩笑說 特魯多已經承認報復性關稅是個錯誤 川普說特魯多同意削減所有美加之間的關稅和貿易壁壘 特魯多緊接著回答 那我會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狀況良好 加拿大上週宣布對美國價值166億加幣的出口商品 課徵報復性關稅 並說將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 挑戰美國祭出的綱旅關稅 面對火藥味十足的G7峰會 川普似乎秉持話不投機半句多的風格 9號上午他就會先行離開 搭機前往新加坡為12日登場的川經會做準備 對此當記者提問特魯多對於川普先行離開的看法時 川普本人則是搶著笑答特魯多可開心了 即使檯面上的談笑風聲隱約 還是有一種彼此較勁的意味 新聞時事報記者羅千竹整理報導 還有一種彼此作曲的